有 防腐器啊 有我們也擔心 蠻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我們到底在教育它有什麼新的 就是腰空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 房間要一兩千萬吧 七年級的處境來說 我想我們應該是一個很尷尬的夾乘世代 因為在我們後面八年級 其實甚至現在的九年級 也已經正在快速的成長 那但是我們前面的六年級跟五年級 其實在職場上都還是繼續在發光發熱 那所以對於我們這個世代來講 我想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能所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跟我一樣 我們所求的就是一個 能夠找到一個自己的發展空間 但是對於更多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父母一樣 能夠白手起家 然後能夠累積大量的財富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想 不敢去想像的事情 七年級生 就是正好我們在的時代 可能正好是很多好處 或者是優渥的利益 都已經正好被該剝削的 該要佔據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正好是薪資正好 又特別低落的一段時間 22K可能也差不多是青年級生出來就業 這段時間開始出現的事情 已經工作五年了 可是我覺得從來沒有覺得說 現在的薪資應付在台北生活的每一天 是充裕的頂多就是打拚而已 真的很多身邊的同學 他們可能是中南部上來的 他除了要養自己以外 他還要寄錢回家 然後這家唱在台北上班的低銷很高 他可能吃一餐他已經很省了 但一天可能還是要花到兩三百塊 那再加上如果他沒有自己的交通運輸工具 他一個月的生活費至少至少要一萬一 所以對一個剛剛說領25K的人來說 經濟壓力非常的大 包括我身邊有很多同學 他們現在可能已經結婚生小孩 他們都會發現說兩個人工作要養一個小孩 就已經非常非常困難了 然後再加上萬一家裡還要求 你要買車子買房子 那其實都是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 大概在我父母那一輩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是開早餐店的 所以有非常深的感受 就是說在大概15年前左右 那個時間的這個景氣非常的好 所以你如果肯闖肯拼肯做 你出去開店都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可是現在的創業環境 對於台灣的年輕人來說 越來越是不好的了 尤其是你可能是做一些小生意 開一些小吃店 因為景氣不好的關係 所以店是一家一家的倒閉 那父母當時都會覺得說 我們以前只要我們肯拼肯做事 願意吃苦 我們就可以賺到我們人生當中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了 那你們小孩子 為什麼你們不能像我們以前這樣 草莓族的狀況確實是有 但是也因為這個詞的原因 那我們自己心裡也會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們是草莓族 所以反而有一部分的草莓族 一部分的青年級生草莓族 它反而會變成抗壓性很高的草莓 就是因為我們不想讓人家講 所以反而會更吃苦耐勞一點 我從來不覺得我不想當一顆草莓族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時代我們領這樣的薪資 為什麼要吃苦耐勞 就是我為什麼需要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十四個小時去賺那兩三萬塊錢 我覺得我就是你給我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然後我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覺得對得起自己良心就好 所以我從來沒有以就是想要吃苦耐勞什麼 過得多艱辛 然後希望自己證明不是草莓為目標 我覺得草莓準備什麼不好 就是太累不要太累不要太累 你會不會有的 就算了 你會不會有的 我不會有的 已經很快 你會不會有的 我會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有的